哈囉大家好 我是天鵝文琦 今天呢天鵝不只開箱要介紹的遊戲是 富饒之城2 那應該蠻多朋友會問說 那他跟1是什麼關係 其實他們並沒有關係 那但是他們都是法國作家跟出版社的遊戲 那這間呢 Studio H 是一個非常新的出版社 這算是他們的首發作品 好像首發的兩款還是三款吧 就是2019艾森的時候 這款遊戲在就是艾森之後 就是在法國就得獎了 他得他們的法國年度最佳遊戲大獎 先講一下原文的名字 Orifami 就是王旗的意思 那再看到這邊有一個旗幟 他的背景啊就是說國王死了 他沒有繼承人 那我們呢就是很多的不同的權貴家族 那我們來搶這個控制 然後當國王這個樣子 那這個旗幟是那時候法國打仗的時候 是真的有這個旗子喔 就是會有一個舉起手 在打仗的時候負責舉這個旗子 打仗會抓一些俘虜嘛 那可能是貴族就會想要支付輸金 然後把人輸回去啊之類的 但掛這個旗子的意思就是 我們不給你這個機會 只要是俘虜他全部都要殺 所以這是一個提升士氣的一個象徵 好那這款遊戲當中呢 每個人就是都是不同的家族 有這個獅鳩 這個飛馬 就是不同家族的一個勳章 那每個人得到的這個手牌 他手牌呢會有角色跟功能 那每個人都是得到一組一模一樣的牌 遊戲的起始設置呢很簡單 就是每個人得到自己家族的所有的牌 那接下來呢就會洗一洗 然後抽掉三張 不要給別人看到是什麼 然後基本上你自己也知道是什麼 因為所有人的牌都是一樣的 你就很明顯看得出來自己少了拿三張牌 多玩幾次之後 好接下來拿一個這個影響力標誌 一人會有一點 那現在我是放了紅色藍色跟綠色 這個章魚跟獨角獸玩家沒有參與 好接下來就可以準備進行遊戲了 好那一開始中間是沒有牌的 這只是我擺出來等一下要講解 當然只有一個執行方向指示物把它放在中間 那這個意思就是執行牌的功能的時候 會從最左邊這邊開始這樣 好那第一個玩家出牌 假如說我是這位紅色的玩家 那我會出一張牌到中間 出牌的話呢有三個選擇 那基本上都會是蓋著出牌啦 第一個人沒得選他就是出到中間 好那第二個玩家呢 他從手上欸看一看 然後選一張 可以出在他的左右 可以選一個方向出 好假如說他把它放在這 好換綠色的玩家 綠色玩家也是欸看一看手牌 他覺得要出 只能出在最頭或者是最尾 不可以插隊在中間 我們三個都出完牌之後呢 我們就會來進行執行牌的動作 那我們會從就是最頭的位置開始 問這位玩家要做什麼事情 擺完一輪之後就會進執行階段 好但是出牌的方式還沒講完 因為從第二輪開始的時候呢 一樣是可以選擇出在就是最頭或者是最尾 但是也可以就是出牌在自己的牌上面 那這個覆蓋是沒有限制的 就是再下一次換到出牌階段的時候 你又可以再覆蓋 但是他就寫說不建議你這樣做 因為這樣做的話會擋住下面的牌 可以去執行他的功能啊什麼之類的 那我要先講一下手上分別有什麼牌 那也有一張玩家幫助卡 我剛剛說幾乎一半是角色 再來有策略牌 好那第一個呢是弓箭手 那弓箭手呢很簡單 他可以消滅整條最頭或者是最尾的牌 那在這個遊戲當中呢 只要你有殺到角色 就是旁邊有畫一個這個點點的 就會得到一個影響力值15 那當然這個遊戲在遊戲結束之後呢 是最多影響力值事物的人會獲勝 那順便講一下遊戲我們剛剛是說 會去掉三張然後手上會剩七張牌 但是我們只會輪流出六次 最後一張不會用到 好所以這是一個很快的遊戲 那如果真的平手 就會看中間這一比剩比較多自己家族的牌 他就會勝出 好那接下來下一個呢是繼承人 那繼承人的話呢是 如果整條裡面呢只有你一個繼承人 而且就是打開的情況下 因為蓋起來的你不知道是什麼 只有你一個的話呢 你就可以得到兩點 就可以直接從這邊拿兩點 再來呢是勳爵 那這個勳爵呢是 只要你旁邊左邊或右邊 只要有你自己家族的牌 不管是打開還是蓋起來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張就得到一點 那大家要注意如果是兩張疊起來的這樣的話 那你也只會算一次喔 不會因為這樣就算成兩點 再來呢下一個呢是簽面人 簽面人呢可以去複製 有別的已經打開的牌這樣 如果是繼承人他也可以複製繼承人 正常可能會直覺說我們要看列隊當中 還有沒有其他的繼承人 但不是喔他是複製他的功能 那但是他是要看這個列隊當中 還有沒有其他的簽面人 那簽面人不會因為這樣就改名字 他只是複製他的功能而已 假如說弓箭手他也可以複製弓箭手 使用弓箭手的功能 那下一個呢是士兵 士兵很簡單 士兵可以消滅一張相鄰的牌 假設說他是在這個位置好了 他就可以殺掉左邊或殺掉右邊的牌 只要要殺別人的話我們不管他是打開還是蓋起來 他就可以殺殺看 殺了就會把他打開 好那接下來下一張呢是間諜 就是最後一張角色牌 那他可以偷左邊這張牌的主人 或者是右邊那個玩家的一個影響力點 不是從中間偷喔 就是直接同他家偷哪一點這樣子 左邊或右邊選一個 這就是間諜的功能 好再來呢有四張策略牌 分別是伏擊 那伏擊的話呢他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呢是如果呢是別人殺你這張牌 他會得到一點因為他有殺到這張牌 那你會得到四點因為這是一個伏擊 是一個反擊 你成功殺掉攻擊你的那張牌 因為自己也可以殺自己的牌 那如果呢是自己殺自己的話 你就只會得到成功擊殺的那一點 你不會伏擊自己的人 但如果是你主動打開自己的伏擊 那先移除牌上所有的影響力 你只會得到一點影響力 下一張策略牌是暗殺 那這個暗殺呢是你可以消滅整個列隊當中的任何一個角色 不管是打開的還是蓋起來的 就沒有位置的限制 那這些策略牌要注意使用完之後他們就會直接移出 他不會在這裡排隊 只有人會在中間排隊 那再來是這個陰謀牌 等一下呢我們會有機會在上面呢有很多的影響力點數 那只要你把它打開的時候呢 他的那個影響力的點數會翻倍 那這個等一下再做一次解釋 好最後一個呢是照令 那照令的話呢他可以移動任何一張牌到任何一個位置 假如說我可以把這張移到最尾的位置 但是不可以把它移動到疊在自己的牌上面喔 他也可以移動到就是中間插隊 那當然也是使用之後呢就會把它棄掉 所有的牌的功能跟他們角色的功能就是這個樣子 好終於要來講執行階段了 那執行階段呢很簡單 我們就會從這個頭的位置 然後問這張牌的所屬玩家 他要決定要做什麼事情 那第一個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不打開他 那這個時候呢就會在上面放一個影響力原片 那我們就會問下一位玩家 欸那你要做什麼 那假設說呢他想要打開他 那打開的時候如果上面有影響力原片的話 因為每一次換到就是要執行的時候 如果一直都沒打開 那他可以選擇就是每一次他都架一個原片 那假設說我們剛剛已經過了好幾輪 這張牌還在這上面有一些原片 那藍色的玩家現在決定要打開這張牌 他就會得到上面的這些原片 好那打開他呢就會執行這個角色的一個功能 那像士兵的話呢他可以選擇殺鄉民的這張 或者是這張 那他一定要執行喔 假設說這張牌也是紅色玩家的牌 就算這張牌會讓他殺掉自己的牌 他也還是必須執行 那只要有殺到不管是別人或者是自己的牌 也都會得到一個影響力原片 好那假設說他殺這張牌好了 那這張牌就會打開 先看一下他是什麼 因為有可能會是伏擊嘛 好欸但不是他是一個繼承人 那這個繼承人就還沒被發動就被殺掉了 那就把他還給這個玩家 這個不會回到手牌會放在旁邊 而且是打開來的 所有玩家都會看得到說 欸你哪些牌已經用過了這樣子 好那這邊有一個洞嘛 他就會補起來 好接下來就換綠色這個玩家 就會問綠色玩家 請問呢是要放原片還是要執行 那他可能選擇放原片 好那這位呢他剛剛上一回合 已經打開使用過他的功能了 那這回合他還沒被殺掉 他可以再用一次 他是偷綠色家的這個一個影響力原片 好那執行階段這回合就結束 我們又會回到放牌的階段 第一個出牌的人 假設說剛剛是我好了 大家都放完牌 然後執行完功能之後呢 就會把這個 異色玩家標誌傳給左手邊的玩家 那我剛剛原本是第一個放牌的人 就會變成這一輪裡面最後一個放牌的人 好那這張照令呢 他可以移動任何一張牌到任何一個位置 那士兵剛才發動功能 殺了一張牌 然後這個縮牌了 好接下來呢 換到也是藍色玩家 決定打開然後發動這個照令 那他可以把自己的士兵 欸移到任何一個位置 但是不能疊在自己的牌上面 假設說他把他移到這裡好了 等一下綠色執行完啊 又換這張牌 這張牌就可以再發動一次 那所以其實裡面還蠻多技巧可以使用的 喔再做一個舉例 就是剛剛有說你可以覆蓋自己的牌 在原本自己的牌上面 那假設我這樣擺好了 那下一輪我可能選擇不打開他 然後就放一個影響力 然後又再下一輪 我再放一個影響力 好然後再下一輪我要打開了 那當然我可以拿走影響力指數 那下面這張牌啊 就換他發動功能了 真的是蠻有技巧的 你可以去想辦法把牌放在對的位置 就可以多次執行他們的功能 好基本上遊戲的規則就是這個樣子 他的規則並不是太複雜 但是有非常多的事情可以去想說 我要怎麼放 我才可以有比較好的執行順序 那當然放的時候有一些演戲的部分 你想說我放一張這個很欠別人殺的牌 結果一殺打開也是伏擊我就賺了 好那總結一下遊戲 基本上呢這款富饒之城2 他玩起來其實很輕快 就是很快就可以進行一輪 玩家的互動很多 所以玩起來的時候其實蠻好笑的 因為你會有時候真的很希望別人殺你這張牌 然後就演太多了 什麼之類的各種情形都有 那算是屬於一個比較派對 然後有點需要拆別人 然後也需要一點點推理 看一下人家剩下什麼牌 這樣子類型的一個遊戲 那就推薦給大家 那天人不只開箱 我們下次見 掰掰